今天早上上去溜溜的時候 我看到兩座還沒有建好的佛像 就想問那兩座佛像建好之後 它的開光儀式是怎樣進行的 是 好 我想 當然佛教裡面有所謂開光 但是那個其實是一個儀式 一個象徵性的儀式 你可以想一想 誰可以幫佛開光 他可以幫佛開光 他跟自己開光自己不就變成佛了 所以那個是一個儀式 但是呢 雖然它只是一個儀式 那開光的儀式會讓你覺得很莊嚴 我們這邊因緣很好 那個大佛好了以後 其實就很自然就有一個錫金的法王 然後後來又有一票的西藏的高級喇嘛 結果這些看部啊 閣西啊 他們剛好來這邊參訪 就幫忙開光 那你請都請不來 現在你要請一尊大尊的 像我們這一尊的 你要請他來 那其實都得有一定的公養 那不一定有效 因為他即使懂得那個儀式 其實就是做做樣子 我講的就是說真的那個內涵 所以包括開光儀式 當然它也是一種象徵 就讓我們跳開 它只是一個銅像 是告訴我們 你不要把它當成只是一個銅像 你要把它當佛看待 那所以用一個很莊嚴的儀式 提高我們對它的那種敬仰 還有很多 你問這個問題其實延伸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佛像如果不開光 會不會被磨啊 被什麼侵入住在裡面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邪戒 它是不是變成磨進來 磨由心生 是你心生出了磨 不是那個佛像裡面有磨 那一樣的 我們心生這種這種法身 所以我把它當成佛像 它就是佛 你把它當看起來怪怪的 或者越看越怪 陰陰的 那其實是你付給它那個 那個負面的能量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不會因我們改變 但是當我們心變的時候 這個世界跟著變 人跟人也是一樣 你一直想它不好 你就覺得它是壞人 你一直想它好 你就覺得它是好人 那重點是 當你想它不好的時候 其實是你壞人 不是它壞人 因為這個時候 你一直在起惡念 你想它好的時候 第一個受益的是你 你先受益 所以這個重點要掌握到 OK